好 這裡 這裡 因為我們是哥哥跟弟弟 是真實的 完了之後我們同一個角色 他的演示我也有一次 所以我在戲裡面 其實跟他一起的時候 我們分不清楚什麼是黑 什麼是白 什麼是白 什麼是黑 尤其是對白方面 我的對白其實他可以講 他那個對白其實我可以講 所以那個蠻好看的 蠻混合的一個電影 我覺得蠻奇蹟的 就分不出界線在哪 對 分不出界線在哪 尤其他那個角色很複雜 所以他很麻煩 有時候一個人都在一起 就不跟我們聊天 有時候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在家裡面 不要講了 不要講了 我就發脾氣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人 有所住在那個 在連機子講 我這次很榮幸 跟華哥一起拍戲 雖然以前我們在 同一個電影裡面 有一起合作 但是我沒有跟華哥有對手戲 這次華哥 因為我剛來香港拍電影的時候 華哥就很照顧我 而且我們本家嘛 所以我覺得戲外 我都叫華哥叫大哥 然後這次戲裡面 他真的是我大哥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華哥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我們拍一個鏡頭之後 華哥就會提醒我說 剛剛那個電影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跑 我們在打鬥 所以我們要喘氣 然後馬上我們情緒就可以 把它提升到那個地方 然後連接下去 所以跟華哥拍戲 我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還有就是不瞞大家說 以前我穿衣服 通常都是參考我大哥的 真的 因為他是我心中的時尚代表 對 什麼流行的新款式 或是什麼新的搭配 所以我只要看看Simon 下一季我知道要穿什麼了 謝謝華哥 謝謝 這個時尚的榜樣 對啊 而且我覺得華哥在電影界的貢獻 對我們這些晚輩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他一來的時候 就照顧所有的工作人員 對 然後呢 跟導演討論戲 然後我們現在在戲裡面的 一些角色的性格 那個華哥都會幫我們 加一些小細節 讓他更有 更有感情 更有血肉 對 我覺得跟華哥可以學到好多好多 不管是我們工作上的一些知識 還有做人的道理 謝謝 謝謝 其實我跟他 我是一個好的學生 我也跟他唱歌 我跟他學那個 彈 彈那個吉他 拍完這個戲之後呢 我覺得今天 我們拍了好幾天了 但我們幾個叔弟的感情非常好 彈耀文啊 還有小松啊 他們還有露啊 小松啊 對我覺得 我們一說今天早上 他找了一個MV給我們看 我們應該組合一個 五人樂隊 以後可以唱歌跳舞 在台上面表演 那他也唱歌 那個耀文也是歌手出生的 小龍也會彈給他 也是音樂的嘛 也是配樂的嘛 那露也唱歌了 那我是一個新人 但是我繼續努力 我是一個好的歌手 也不跳舞 全能 全能 小心 華哥是認真的 華哥認真的 他今年對音樂 他突然火已經燃燒起來 真的考慮一下這個合作 我們在拍戲跟準備的時候 華哥已經在練吉他了 你知道嗎 哇 他加我了 華哥彈吉他好有型喔 然後我們找了一些素材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個 這個電影裡面的音樂 還有主題曲都能夠 給開發出來 然後能夠拍一些音樂錄影帶 然後做宣傳的時候 讓大家看到 就 behind the scenes 就是 我們戲劇之外 另外一種 藝術的表演 嗯 我們在拍攝 我們在拍攝 我們在拍攝